面積要大 接近是兩千呎才叫豪宅 二十年代 九指尼火雲 望北向望一島水的都是旺 飛機積左右兩邊綁 等於四平八穩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任勞任勞 阿三阿世都得 而且很勤奮Andy 認準波羅頭 今天來到幽月香格里 拍攝第一輯我們藤州的豪宅 豪宅有甚麼標準呢 首先是面積要大 接近是兩千呎才叫豪宅 第二個 我看很多客人問我 第一個是反問有沒有接近兩千呎的貨物 以我們大陸來說是一百四十四方 這樣就叫豪宅 有些觀眾說到豪宅是怎樣交稅 其實中山是不分豪宅的 就分九十方以下和九十方以上 九十方以下就是一個點的一個企稅 九十方以上其他的都是叫做1.5企稅的 一世世都是 兩千呎都是 就是這樣 都是1.5企稅的 叫做豪宅的了 豪不豪宅就是 看看自己戶型是否合適 還有這個 是否南不對林 是否戶數很少 我們這一輯看這個優越鄉隔離 就是兩梯三企稅的單位 第一輯豪宅 看看能否達到你標準 現在我在這個地方就是來源 可以見你看看 剛好這裡有一個圖在這裏 這些就是豪宅來的 這個是豪宅來的 這個凸出來是168 這個兩邊是188 我現在位置在哪裏 這裏都是豪宅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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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一個正的大門口 這裏是優越鄉隔離 這裏的方便程度 就是你下去這裏停車場的話 就可以直接走到購物中心這裏 非常方便 這樣的話 我稍後就會看看 我們這個豪宅入面的內櫳是如何 但是豪宅的話 它又有一個缺點 我不知道算不算缺點 其實這裏的樓 最多豪宅都比較多是無批 因為你也知道 土豪肯定有自己的一個裝修標準 和一個自己的想法 你就不要裝修給別人 裝修了之後 它拆掉的時候 還會更加頭痛 所以的話 就乾脆無批 價錢是多少 14000元左右 這裏就是一樓的大同Lobby OK 其實這裏是前面後面也可以出去 後面那裏 稍後看一看 那裏也是一個花園 兩邊都是一個花園 因為它是正中間的位置 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們截著再下去這裏的車褲 給觀眾看看 因為有一個豪宅的話 沒有一個車褲得配備給你的話 我覺得又是一個人生的不足 總是有點遺憾 所以我們也會走一走這裏 車褲給觀眾看看 有人選擇裝修,所以才是這樣的 兩邊的,這裡是有一邊 這裡是車庫來的,OK 這些車位有點多 有人住的,這邊反而多些人住 我們現在的樣板間是一棟 它有很多貨可以選擇 這些車位可以安裝充電裝 比較方便 我稍後會到上面介紹一下 實質的樣板間,26樓給觀眾 同時也有其他樓層可以選擇 看看到時你的樓層,你喜歡怎樣 然後再詳細點點,我們出去看看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上來 就是這個1號樓 這些俗稱豪宅 一共是兩梯三戶 因為做到豪宅的話,它的火數不可以多 這裡是188,這裡也是188,這裡是03單位 來看看,這個就是168 豪宅接近差不多是2000呎 價錢是14000左右 那些均價 如果有沒有特別便宜 都有些,二手都有 進來看看戶型對不對 這裡的豪宅很多都沒有裝修 所以要自己到時裝修一下 算數是否值得玩 我們這裡第一輯,就算是拍攝 我們豪宅第一輯,優越鄉隔離 擁有一個地理位置的優越性 還有第二個,很少有這些大戶型的單位 線紙周圍轉一轉,戶型就差不多 因為豪宅的話,買得這些樓的人都非負則貴 戶型圖就在這裡 可能會導致你自己到時又會拆一下這個牆 又說改大一間房 圖子在這裡 空白那些就可以打的 可以改戶型的 看見北向這邊就有一個看水 據說這二十年九子離火運 北向看得到水的都是旺 旺了二十年,九子離火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這個景觀北向 這裡二十六樓也算高 但是看著這頂,視野有點阻礙 但給你的優越成真的非常便利 這邊是南向,這邊是北向可以對流的 可以看南向這個露台 前面那裡只有一排樓在這裡擋住 一排樓在這裡擋住 但也有一些風口在那裡 都可以通一倒風 不是說去看到,全部的樓都擋住 完全沒有風 也可以看到這裡的入住率非常高 四單位 這裡的單位不是大單位,是四單位 劇集一梯三火 兩梯三火 兩梯三火 繼續看看 客廳夠不夠闊 客廳這裡 到時剪輯師幫B-B的回形圖 看看有多闊 我覺得有多闊 樓高的標準樓高,有兩尾九 剛剛那裡有一個房間 這裡是公眾死守間 一共有兩個套間 今天屬於陰天 但是大戶型的單位 我記得我拍坦州拍這麼久 只有拍過一次 翻炒一下給各位觀眾 看看坦州其實有... 豪宅單位有哪些 這裡第一輯 下面大家各位觀眾會看看 然後看看第二輯在哪 第三輯在哪 因為大面積的話 基本上都要去到... 一千八百尺以上 會豪宅這樣 那裡是第三間房 這裡是第四間房 反正就全部都是南北對樓 南北對樓 最後就是這個主任房 其實主任房樓挺好的 它還有一個獨立的衣帽間 還有一個獨立的露台在這邊 這個戶型是一個長條型的 如果不喜歡這個戶型的話 就可以看看我們168方的戶型 看看對不對 豪宅就沒有裝修 搞到... 沒有什麼... 觀想...觀想一些體驗感給你 反正就有大單位在這裡 如果你看對這些大單位的 又看對這個地段 因為它確實價錢都是不高的 是吧 如果你去到... 計算價錢... 來... 順便去看168方的 這些總價就大概是263萬左右 那有沒有便宜 肯定有 它的樓層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 這樓層有得選擇 因為它大面積無批 它以前的價錢買得多貴 據說這裡差不多賣到兩萬元左右 兩萬元左右 反而168方的私物性會更加好 它這裡進來一條巷都是給你 這些是水標房、電標房 是一個啟標的 沒有設備在裡面 好 進來看看 這個就是168方 一進來這裡 我們這裡叫一戶花園 一戶花園 一戶花園屬於半贈送 兩邊是一個飛機織 左右兩邊都有房間 右邊也是除房 除房168和188來說 除房168會比較大 還配搭一個漂亮的露台給你 但是這些單位就要自己執一執裝修 單價你就寄它 一萬四元左右的單價 因為拍攝這些單位 發展商有機會都會 批一批價才能買得到 這個單位就二百三十五萬 跟我們購買的話 同時我們也會送一輛小車給你 好 先看看右邊 同時也是四間房間 一個任務花園 房間對比一下 房間大小 如果是比我個人喜歡 我就比較喜歡168方這個面積 其實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 即是 飛機織左右兩邊房間 等於是 即是四平八穩的意思 兩個手這樣針著 四平八穩 又方正 風水角度來說是好一點的 好了 這些無批樓 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煩 或者怎樣 我公司是有一個designer的 如果你是說 買一些無批房 沒有什麼設計方案的話 我們公司的話 也是有些設計師傅 可以給到一些方案給你的 如果是裝修這些168方的單位 普普通通的 你就預計一千塊方便可以搞定 即是硬裝 即是傢伙那些 就是不算的 你預計它 十七八萬 十七八萬 兩間它也撿不了 它同樣都是三間洗手間 這些單位 我們來看樓 我們就叫設計師和你一起看 你是想怎樣改 大概怎樣即場 我們就可以報到價錢給你的 這單位 光線都說可以的 可以 最後就是這間主人房 主人房這個南向都可以看到一條河 都可以看到一條河 這裡是那個 一月鄉隔壁 這個大門來的 管理費就是兩個現樓 買到就隨時可以交收 那右手邊 這個右前方這裡 就是我們這個 一月城的 一月城 那如果你是有時 今天好像差不多想下雨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行車庫 就可以到我們這個 大型這個雙超 就很方便的了 OK 那過來若露台這裡 總結一下給各位觀眾 這個優越鄉隔壁 其實大戶型的單位就是兩個 一個是 這間面積168 230多萬左右 還有那個是188 240多萬左右 其實價錢 260多萬左右 價錢相差不是很遠 但是你在附近坦枝買大面積 去到兩百萬出頭的話 是差不多這些單位 那你們有沒有便宜一點的單位 有 買二手 就是那些業主之前買這些單位 可能那時候買回來 價錢比較高些 可能接近要去到 差不多是兩萬元左右一磅 那些業主都跳樓價了 絕對 這間的介紹 三間 兩間特價單位給各位觀眾 二手 貼在右上方 反正這輯等於是介紹 四套豪宅單位給各位觀眾 這兩間是一手單位 那兩間是二手單位 反正我們有很多貨 你想玩什麼單位 必稅、碟稅 或者是大面積豪宅 我們都找給你 最重要是你來現場看 你看得到四樓 四樓的話 絕對是任勞任軟做 三、四都可以 拿鞋都可以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選對你的樓 你說那些無批 搞裝修 頭痛 我們裝修幫你搞 最重要是這些單位 南北對樓 大面積 放著雙超 夠方便 價錢也不是貴 二手是12000多 一手是14000多 南北對樓 就是這樣 歡迎鄉隔禮 介紹到這裏 這裏算我們第一輯 坦州的豪宅 第一輯 如果想找其他屋苑 是否漂亮 又是否正確 留意我第二輯 坦州的豪宅 帶給大家 拜拜